165 太陽報 美報告指心理協會合理化藥籌 2015年7月14日國際A22 綜合外電報道 美國前助理司法部長霍夫曼 David Hoffman 上週五發表獨立調查報告 指控美國心理協會壓迫有份參與前總統小布殊在911恐襲後的藥籌計畫 包括修改業界守則配合當局藥籌政策 並派出心理學權威為政府護行以換取報酬 該份542頁的文件揭露 APP爭配合國防部和中情局的藥籌政策修改業界守則 令藥籌變得較為合理 而一旦當局的藥籌行為受到外奸質疑 APP又會派出心理學權威專家出現為中情局護行 換取合約上的報酬 APP在獨立調查報告曝光後發表道歉聲明 表示對於組織未能保持獨立性 以及作出與核心價值相違背的行為感到深感遺憾 並對公眾作出道歉